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务员 对 那干嘛不干了呢 公务员 我做的那个专业 我觉得压力太大了 后来就 公务员辞职了 没有 办了退休 你多大就退休了 40岁 40岁就退休了 对 那在那个机关干了多少年啊 机关干了25年 您是从15岁开始 不是 我是18岁 18岁开始 在那个机关干 对 干了两家机关 干了两家机关 对 那您的那个中科院的商业经纪专业硕士是在职的 在职 我所有的学历都是在职赌的 为什么退休了 我就是觉得压力太大了 我不想为了那个职位把自己搞得太累 您做那个职位高吗 当时在机关 做到了处长 处长 对 那退休之后又干嘛呢 退休之后就在我们系统跟着领导一块做 就是筹建了两家协会 后来 对 后来我就到企业去了 到企业去实习了一年 完了就开始做行政总管 不是 您在什么样的企业里 单位里做着行政总管 在一家环保公司 环保公司 对 做行政总管 对 那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又不干了呢 后来家里边的老人有病了 然后我就辞掉了 这是哪年的事 就是去年的事 去年的事 对 现在家里老人的病好了 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 对 然后所以又可以出来工作了 对对 那回去呀 我不想再回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古以来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找过工作 哪就自古以来了 自从我参加工作 自从我参加工作以来 对 到现在我没有自己找过工作 都是工作找我 而且我在单位的时候 是面试别人 我想通过这个平台 也来体验体验别人面试我的这种经历 夏姐 您说我 就是吃肉 吃时间长了 想吃棒子面 你可以这么理解 那 夏姐我问一下 您今天想找一个说 行政总管的这样的工作 是吧 您 不介意的话 我就面试面试您 好 您会什么 就行政这摊 您会什么 行政这摊 在我的理解和我从事的那家工作的经历 我感觉行政这一块 属于这个最基本的 基本功我还是有 就是写一些领导讲话 一些合同 合同 法律法规的制定 这些东西 我当时在机关的时候 都是做过的 夏姐你平时说话就这么慢 是吧 我好像没快过 您觉得这个没快过 和在机关待的时间长 是不是也有点关系 有关系 因为那种工作环境 它不可能让你干什么事情去操之过急 但是如果要说急活呢 今天这是 我干活还是很麻利的 干活可以很麻利 因为在我做工作的时候 我可以这么讲 如果我的工作不出色 我不可能35岁提处长 39岁 我做处长三年 我们实职就是可以在晋升嘛 我觉得压力太大了 我就提出来走了 您抱歉 我得多问点您一些八卦的内容 没问题 您的家庭情况是 我家庭情况非常好 非常好 对 二人世界18年婚龄 18年婚龄 一直是二人世界 没有孩子 没有要孩子 没有 那您出来找工作 丈夫是什么态度 我们家先生说 你可以去体会一下 现在年轻人有多么不容易 这是什么 你受张 这是什么思维方式 您丈夫不是 他就没想到你能找着工作 他是觉得 我应该去尝试一下 他是干嘛的 因为我在银行工作 在银行工作 因为我太顺了 一直是很顺 他说你去体会体会吧 家里很顺 工作很顺 应该让我去尝试一下 还是就是想试一试 对 我真是要找工作 像我们这样一个养科医院 您觉得 您能胜任这个医院里边 这什么工作 您觉得 我当兵的时候是学医的 但是我不能去做你的业务 我只能做行政 行政管理 对吧 行政管理 对 人家什么问题 人家就找行政管理 这样49岁的年龄 在找工作方面 已经算是劣势了 劣势 对吧 对 最大的优势 最大的优势 就是我积累了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 其他的我没有感觉到我有优势 薪金要求 薪金要求 按照我走过的这些单位吧 我没有低过8000块钱 大于等于8000块 对 这么理解没说吗 对 高的时候会拿到1万8 高的时候拿到1万8 但是咱们是按照哪个定 我不低于8000就可以 大于等于8000就可以 对 基本情况 来各位有什么问题 首先我很佩服你家姐 这么个年纪 还有这么样的勇气来 所以我刚刚一直在想 就是说你需要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环境的 这个公司或者是岗位 你觉得你是可以适应的 对 包括什么样性质的公司 你描述一下 你描述一下理想状态 你工作的那个企业是个什么样的企业 我还是希望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企业 就是说现在的公司很多 别今天成立了 过了两年 完了公司倒闭了 我不喜欢到那种 怎么说话这么难听 你把我们全得罪了 我知道现在这个公司 人家都是已经超过五年十年的 没有那个三年两年的 有 巨美优品 只有这一家有可能两年就死 因为他还没超过两年呢 那少刚我们是行业老大 他说其他的都超过两年了人家 少刚 贾姐您好 我们企业是二十年的 应该不会那什么 我其实这边还真有一个职位特适合您 我们有一个部门叫综合管理部 综管部 那么也缺少这个部门的总经理 但是我有问题要问您 您年龄确实是偏大了一些 因为我们公司平均年龄 在三十到三十五岁之间 虽然企业是二十年 那么您对现代化管理的制度 有多少了解 假如说综合管理部 它要负责人事的 那么对于人事的 现在招聘的制度 包括社保等等的东西 您了解多少 您回答一下 是否能适应 我最近就是说 这将近一年吧 我没有去关注这些东西 就是从跟着领导去组建 那两个单位以后 但是我觉得我 如果说进了企业 我会很快地去熟悉这些东西 我觉得我还是有这个能力 去马上适应 好 这样 各位啊 我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 我对我们最后一位求职者 贾冰女士的感受 虽然年龄四十九岁了 但是她的内心很纯真 我觉得您好像有点 就是您内心的那个状态 和年龄的状态不太相符 周老师 我们看贾姐啊 她非常的稳重站在那里 但是她的讲话 跟她的思维 是纯属小孩子型的 对 就包含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 她也是一种游戏的心态 我来尝试一下 我想感受一下 有就有没有 我就回家 反正等我老公退休 而且老公还说了 出去看一下 年轻人活得多不容易 对 所以我倒是想给各位 微博私访 我想给各位boss提个醒 贾姐人非常的好 她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但是毕竟她的固有的一些思维 和固有的工作模式 可能跟现代的公司 有一些一些缺陷 那么如果你选择了贾姐 就一定要学会多带她 甚至多尊重她原本的东西 这点请各位老板 优点是陈文有工作经验 并且以前的工作 让她有相应的社会关系的积累 缺点 刚才也周老师说到了 所以12位行政总监的工作 是现在甲兵想要找的工作 你们决定让她继续 还是离开选择 杨静 你这一会儿 其实实事求是讲华其是一个传统企业 是一个传统的 没错 传统行业没错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刚才真的觉得 贾姐去你那挺合适的 我真的很犹豫 但是我刚才讲到 我们的平均年龄在30到35岁 而且我问了贾姐一个问题 她对现代化企业的管理 和一些政策制度 真的不太了解 那么如果是一个 可能20多岁大学毕业生的话 我们会愿意去培养去带 但现阶段可能真的很难 所以我很不忍心地灭了灯 好 好 贾姐 咱们今天既然来了 所以咱们有话就直接交流 包括各位老板 他们说的话 也很直接 我们的这种直接交流 可能会省很多事 让我们直接能够得到答案 好不好 好 最后只有一家里下来 就是已经来了 不知道多少个星期 从来没有招到过人的 华都亚太眼科医院 注意贾姐 我这个话也主要是给您说的 这是一家来了多长时间 从来都没有招到过人的 华都亚太眼科医院 所以接下来 招到好的吗 对 接下来你们二位 可以有更直接的沟通 咱们都不叫环节了 下面的环节叫做 和华都亚太眼科医院 专门的沟通时间 在这十二位老板里边 我可能是最老的一位 而且我们的企业也是最老的 我二十三年了 还没有比我们老的 是这样 我主要是需要我们有个行政领导 主要是对外一些个 一些个洽谈的工作 比如说跟卫生局 跟政府的各个部门 比如说跟残联 因为残联我们有些复明项目 比如跟民政 因为这些工作 我们需要有人专门去做 好的 家庭有什么问题 叶子龙 叶医生 叶医生您好 你好 我还是比较看重这个位置 我想问一下 您单位在什么地点工作 那个我们就在万寿路 就长安街沿线 就马路边上就是我们 好 知道了 再有一个就是 我的薪酬是多少 就按你刚才讲的 你不是说八千吗 不不不 刚才讲的是八千起 然后高的时候 月薪一万八来着 对 就说八千我可以给你这个数 如果你以后做得很好的话呢 我们还有空间上边 还有什么要问的问题吗 没有了 您还有什么要问的问题吗 我也没问题了 我很满意 那咱们就中间的 啰嘻巴搜就别聊了 15秒钟的思考时间 好 然后告诉我们 你的答案是选择 还是 你的答案是选择 华都亚太 还是谢谢 再见 时间 然后告诉我们 你的答案是选择 还是 你的答案是选择 华都亚太 还是谢谢 再见 选择 谢谢你选择我们 欢迎你到 谢谢大家 好 很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